您的第二个问题是 我不希望你介意我喜欢户外骑行 从唐朝的妆容 到了现在的户外骑行这跨度 唐朝有户外骑行 那是马 10号 男嘉宾你好 我看到你说喜欢户外骑行是吗 那你有什么样的骑行经历 或者去过什么样的地方 给分享一下吗 我迄今为止最难忘的一次骑行经历 是我大二的那个暑假 跟一个朋友 我们从成都出发到了拉萨 行走318 当时年少心里有个梦 然后骑行过去的 这是北破那个大背影是吧 对 这个是当时中马拉马风的观景平台 一般的游客只能上到这个地方 不能再往上走 再往上是到荣布寺了是吧 对对对 还在上面一点 19号 男嘉宾你好 我叫刁远元 来自广东和园 今年22岁 我目前是在深圳 从事的婚礼策划的工作 然后我想问一下 你一般多久会去一次骑行旅游呢 因为我现在在当老师 我一年有两次假期 然后加上年假 一共是三次 这三次我肯定是要出去的 那你一般是跟朋友出去还是自己出去 如果约不到朋友我就自己出去 能约到朋友的话就跟朋友一起 好的好的 谢谢 金阳阳 你好 男嘉宾这里 你喜欢户外骑行旅游的话 我觉得一定要多多补水 因为还是非常重要的 那在这里呢 我推荐你我们的百岁山矿泉水 它是真正天然的矿泉水 而且里面富含偏硅酸等多种 人体非常需要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 所以你喝了之后呢 骑行的状态也会更好 推荐你去尝试一下 好的 谢谢 谢谢 谢谢